香港人对三年疫情谈腐识变 近日出现新流感肺炎之源体 自8月起 每月感染个案超过100宗 甚至有病者同时感染三种病毒 专家认为 香港冬季流感高峰期出现较迟 估计在明年1月、2月间才是最高峰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时事特报解》 过去三年多我们经常都要谈疫情 一段时间不用谈了 不过今天我们又要重新谈论疫情 因为流感再热高峰 需不需要担心? 如果担心应该怎样担心? 听下嘉宾跟我们讲一下 今天我们嘉宾 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 曾奇恩医生 你好 程先生 很久没见 是的 还是好事 不知道好事是坏事 好事 好事 经过三年疫情之后 一说起疫情就民苦色变了 现在再来 首先我问一个令大家最放心的事件就是 现在所谓的在现 那个范围规模和严重性 怎样都不会跟新冠疫情一比 这种病毒分甲乳两种 另外就是副流感和腺病毒 腺病毒现在最近很多 譬如我们在说香港 基本上在疑科病房巡房的时候 所谓腺病毒 腺病毒 腺体的腺 腺病毒其实也很多 如果去到病房 基本上有一半的个案都可能有腺病毒 那些不是呼吸道吗? 都是呼吸道 它英文就叫Adenovirus 其实它都是透过飞沫传播 所以如果你在咽喉分泌液 找得到这种病毒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影响你很多症状 譬如发烧、淋巴肿胀、眼红、角膜炎、咳嗽、流鼻涕 通常第一个星期就会是呼吸道的病症 但接着到第二个星期 尤其是小孩开始出现一些 呃呃吐疼痛 还有可能会很不舒服 这部分是以往较少说的 但是通常这些病毒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些呼吸道病毒 很多时候都是在湿度开始降低 还有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出现 另外前面我们也听过很多呼吸道核包病毒 或者鼻病毒这些一群病毒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来找找我们 但是因为过去疫情 我们戴上口罩所有这些呼吸道病毒就少了 就是个案少了 但是不是代表它不会出现 那问题是为何今年会特别严重呢 我想其实最主要是我们现在还免疫债 但是原因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这些病毒 没有了一个锻炼和训练过去三年 那当我们一旦感染的时候 就是病征是异常明显和势力 抵抗力 所以抵抗力就差了 是的 所以无论是大人、小孩都觉得很辛苦 有些我的病人甚至乎说 可能分分钟的病征比新冠更重要 是的 如果你身边有些朋友说 最近感染的流感 很厉害 发觉很辛苦 痛得很厉害 喉咙痛得很厉害 发烧得很高 不在话下 人好像没有力气 要睡床等等 所以变相也不可以掉以轻松 我们说起新病毒 这里很难说一句说话 是否新 可不可以这样比喻 就是说你说了 什么病毒 什么东西 在医生来说 都知道这几个疑犯在这里 这几个疑犯在这里 不过有些他犯案少一点 犯案你又可以不理他 有个巨婴出来 就是新冠病毒 就很大事 就变成了 相对它是特别 突出出来 是 没错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 而每年 每年 都有所谓新的病毒 将变种都叫做新的病毒 亦都觉得通 是 其实这些病毒本身 一直都存在 只不过是 可能 每年 人 哪个跑出 多少 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 例如呼吸毒 荷包病毒 还有腺病毒 最近是跑出的 再早一两个月 就是流感病毒 就是我们的夹型 流感病毒 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 现在都有 但是 未来我们又会进入冬季的流感 所以变成特区政府 我想其实各个政府 都会非常紧张 因为很担心 流感和新冠 混合一起来到 冬天的时候要打仗 造成我们医療系统的负担 既然说起新冠病毒 曾经何时 他是一个巨大的 很突出的 一个主犯 好了 现在是否因为我们三年来 全球都在抗疫 中招人也多 相对来说 他现在已经 这个大帝国都没落 也不会他仍然是 对人类来说 这么大的影响 但他仍然存在 你也要把他数据 是的 我自己也认为会是这样 他不会离开了 每年都会来打架一下我们 可能一次两次 但是去到个人层面 整体来说 应该病征上 或者令到你很不舒服的情况 应该会有所减低 有没有例外的 特别的群组 我们不能调以轻心 一直都说是长期病患者 和年长的 和体育多病的人士 就不在这个此列里面 即是说病征未必在这群人里 是减轻 因为他仍然是较容易出现一些病发症 但是如果整体来说 在社会的层面 应该是个案应该是一样会 即是每年冬天 都可能会有一个一波 但是问题应该是重症的比例 不应该是特别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社区有一个免疫评障 无论是自然感染也好 得到的 或者是透过疫苗接种 得到的免疫评障 都会帮到手 相对来说 正如我开始说的 现在因为冬季流感 高潮 淋淋淋淋的杀手都出来了 每个人都出来衍生就像他们的季节 但是人类 我们很难先知先觉 什么时候有一个巨人杀手出来 好像新冠病毒 我们无法而知 都是要看 真的发生了很多的病患者 个案 蔓延得很快 很大区瘟 这才可以界定他 因为他未开始杀人 你不可以界定巨人杀手 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 是 但问题我们虽然不能有先知先觉 但问题我们起码 如果一个地方 一个地区 或者一个国家 他有一个很完善的 流行病学监察 其实应该可以有一个较为实时的刹觉 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说问题 你有没有一些硬件 或者制度去做到这件事 还有能不能够及时知道 相关的病毒 有没有出现一些变种 或者有些新的品种出来 但是问题 比如在这个层面 就是说政府 但是个人的层面 或者在医生的层面 平时你日常 就是看症的时候 又有什么 我自己觉得都是检测多些 就是现在我们有很方便的套装 我们组过有很多快测的套装 无论我刚才所说的 所有的病毒 其实是几合一 五合一 六合一 就做一次 你就可以全验 等于这些13层疫症一样 所以变成新冠流感 是一个套装 就是可以做了这么多种 我刚才所说的病毒 所以变成家庭医生 或者是疑科医生 普通科医生 其实以往我们可能 病人来求诊就会说 你感冒而已 你有呼吸到疾病而已 但是问题是你问我 病人其实都很想知道 究竟我感染了什么病毒 是的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有助 卫生当局 或者比如小朋友 他们去上学幼稚园 你起码告诉先生 我有这件事情 先生就会察觉到 究竟我那班有没有爆炸 所以这些快测检测剂 我自己觉得 无论是家长门可以帮他的小朋友做 或者帮他的长者做 另外就是在诊所都可以做到这些 是等于无论是 诊症的医生 或者是病人 他都可以知道自己有什么事 开门口这个最重要 是的 没错 但是他查的时候 他不会查得到他是特定哪种 他会特定查到哪种 当然你说 譬如线病毒 他会有一条线在线病毒 突出了出来 或者是流感的 流感甲 甲型流感会出一条线 就是说你是这样 其实好像新冠 我们当时做新冠 只不过 他的那个检测 版面大一点 就有那么多种 让我们知道 所以我自己觉得 在现在一个这么进步的社会 我们其实应该在 用诊断的方式那方面 要有所改进 再不是停留在 你是呼吸道感染 那是什么呼吸道 而且这件事都值得让我们知道 因为无论在感染控制的层面 我说的院舍或者学校 或者是家庭的层面 其实你如果知道自己有病毒 你都尽快戴上口罩 不要惹过他人 或者你自己患病的 你都不希望传染你亲爱的家人 所以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 上学也是 好 先喝杯茶 回来继续听你讲 请崛岐 欢迎大家收听 时时大报解 我们今天嘉宾 香港医学会 在傳染病國民委員會聯席主席 曾祈恩醫生 曾醫生 我們不斷地呼籲 政府也呼籲 我們節目也說 市民可能都不得到警醒 因為他可能在計算 哦 不是很大規模 死亡個案 又不是真的多得那麼重要 當然我們明白 一個也嫌多 就是說 我看到這些數字就說 上個月 可能因為流感而死亡 可能有100個個案 這個時候 是不是要等到很大件事才擔心 那怎樣令到人們明白 擔心是必要的 你剛才說的 譬如說 我都很想知道我是甚麼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飲茶前你說這個多功能的檢測 是否可以很普遍現在都是 只要你市民是有這個意識去購買 是呀 其實我們剛才說的那些混合的檢測套裝 快測套裝 其實在市場上是有的 就是你各大一些連鎖店 或者甚至乎你網購都有的 這部分其實是很方便的 對於臨床診斷 或者是在家庭 有時不是每次都立即去約到醫生 但是起碼當你發燒的時候 或者你有些病徵 你去掏一掏 立即知道 其實是一個自發性去做 其實是有助你自己的疾病 有沒有散開 尤其是譬如在家裡 因為譬如我們說一些特定的病毒 譬如我們說流感病毒 我們如果能夠及時去服用一些抗流感藥物 其實是有助我們舒緩我們的病徵 不僅如此 對於一些高危群組 你越早服用一些抗流感病毒藥 是減低你出現併發症 無論我們說你的併發症是一些腦炎 心肌炎、肺炎等 這些全部會有所減輕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一件事 尤其是長期病患者 當你如果有流感的時候 同時間都會令到你自身的長期病 控制得差一點 譬如我講的心腦血管疾病的人士 當你一有臨感的時候 你就較容易出現 譬如中風和心肌梗生 所以這部分我想說就是千萬不要看輕 尤其是高危群組 所以仍然像新冠一樣 說的是一路一亂 是的 兩端都是最大的影響 沒錯 最容易得病 雖然嚴重過往都是高危群 沒錯 好了 現在我們在說各種各樣的 譬如說資源體 我稍後請你解釋一下 譬如內地現在所說的多病原疫情 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說 是不是不需要去理解 什麼叫做資源體 內地有一種叫做什麼 叫做A H3N2 由B叫做Victoria 是否其實我們不需要去知道那麼多 要不然我們也要知道 譬如資源體是什麼東西 資源體的肺炎 其實我們在醫學上 也俗稱非典型肺炎 反而以往2003年沙士 我們將它安定了一個名字 叫非典型肺炎 其實嚴格來說不正確 因為在我們醫學上 資源體肺炎 其實就等同非典型肺炎 為什麼資源體肺炎 我們要特別拿出來說 其實它有幾樣特質 是很非典型的 跟一般的肺炎很不同 或者跟其他導致肺炎的病原體很不同 第一 資源體的肺炎 這個病原體 它是沒有細胞壁的 所以用一般的試劑去做測試 不是那麼容易測試得到 第二 很難培植得到它出來 第三 就是它本身要用一些 很另類的抗生素 由於它沒有細胞壁 所以一般的抗生素 我們是用不到的 譬如我們在說一些叫βlactam 即是叫βlactam 是用不到的 要用到一些我們叫做大環內脂 或者有些人會說叫做紅梅素 甚至乎四環素 或者是一些叫做quenolone 紅素是彩虹的紅 紅色的紅 紅色的紅 是的 就是這些藥物 但是為什麼會拿出來說呢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在內地和在香港 我們發覺大環內脂那種 紅梅素的抗生素 有九成的個案都是抗弱性的 所以變相我們要用到四環素 或者我們俗稱quenolone的抗生素 去幫忙 所以為什麼引申出來有這樣的情況 另外一件事很特別的 就是這些病人看上去不是很病 病徵不明顯 病徵不明顯 例如他多數不是一些有痰 可以咳出你的咳 發燒喉嚨痛 那個人只不過可能很累 低燒 很不舒服 可能咳了幾個星期 還有就是 走走的 我們有個別稱叫走走的肺炎 Walking pneumonia 所以大問題是如果你把那個病人 你去跟他拍一張肺片看 其實他正在肺炎 所以變相 不過不是固定一個地方 是 即是他的肺片會看到他有肺炎的跡象 但是他就… 那個人看上去他不是很病 因為通常如果你的肺片有一疊肺炎 其實你已經躺在床上 他的樣子很病 正在犯高燒 但是他如果感染了這種 他又不是很病 還有他有很多其他紅疹 還有會有一些自發性 自主性的染疫系統 導致溶血症 還有肝酵素 肝炎等等 這些跡象 是會很另類地出現在那些病人身上 所以為什麼 現在肺炎之源體特別要拿出來說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各種特質 是 現在內地 就是我提過 說最多人種就是這個所謂 A H3N2 我們以前節目也說過 什麼叫H3N2 就是那些基因的排列組合 就是H4N1之類 B Victoria 也是給它名字 什麼叫多病原疫情 它列出來有七大病毒 是說他們好像剛才所說的 可能一人種幾個連續 混在一起 現在香港也有這個例 就是說一些病例 它有這個資源體的感染 同時有新冠的感染 也有甲型流感的感染 是不是多病原 是不是同樣的意思 沒錯 其實現在醫學很昌明 我們通常現在 無論你進入公營醫療系統 或者私營醫療系統 其實我們都會做一個避煙測試 而這個避煙測試 其實往往 就可以很快讓我們知識 你有多少種的病毒感染 既然叫核酸 對 就是核酸 所以如果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的確可以很快知識 你有一種還是兩種 還是三種的病毒感染 的確是會幫助 我們臨床上作一個診斷 有些地方可能是一個混合感染 有些地方可能是多種病毒感染等等 就是說這個所謂多病原的疫情 其實跟我們現在說 同時感染幾種是一樣的意思 沒錯 又不是說有另一種新的 不是 有另一個巨型殺手出來 不是 只不過現在醫學好昌明 在一次的檢測裡面 能夠讓我們很快找到不同種類的病毒 有沒有存在在某一個病人身上 變相我們就可以簡化了 而且可以幫助病人 避免他出現一個病發症 因為我們很早期已經知道了 現在我們標誌的疫情 不過是比較輕一點的 相對沒有那麼嚴重 其中一個標誌在我們人類來說就是 你的醫療的壓力有多大 如果你的醫療資源很豐富很豐富的 那麼你多些人患病就多些要醫治 但如果你說不是的話 就是要堆積有壓力的話 那裡是一個標誌 現在會不會因為現在畢竟的重招和死亡個案 不是一個很驚人很明顯的增長 所以譬如說 有些人說 既然內地有這個高峰 香港也有高峰 為何不進行檢疫 或者海關又要檢測一檢測 做一些健康卡 是否因為未達到那個規模 我想其實第一 不是一些新的病毒 我想我們都很了解 剛才那七種不同類型的呼吸道病毒 另外就是它的特性 我們已經知道 一般來說 這些病毒除了新冠和流感病毒 是有特別針對性的藥物去醫治之外 其他那些病毒 都是要靠我們自己的免疫系統去打性仗 當然 這個肺炎支援體 就要用抗生素去作出這個醫治 所以變相而言 又不是一些有暫身的新發現的病毒 我們未必需要去到那個檢疫 即是好像新冠那時候的程度上的檢疫 但我們是否不需要留意 不是 仍然是我覺得應該在流行病學那方面 是應該要知識 就是病毒以哪些為主 以及有沒有一些出現 譬如說一些重症的個案 但我們就用一個實時的檢測 或者實時的統計去看著 我覺得都應該是穩妥的 比如剛才說起這個資源體 其實肺炎支援體 它有點特別 你以為這才是正宗的非典 即是 既然它這麼特別 不是一般我們原用的藥品可以去醫治 或者是什麼 也沒有需要特別當它是另一個巨型殺手 是否因為它傳染的情況也不是很厲害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到這樣的防範 其實也是 因為其實肺炎支援體一直都有 其實世界各地每三四年左右 就會有一個升幅 即是有一個爆發 只不過是每個地區 它的爆發的時間都是不同 所以變相就是說 譬如今年 可能我們在中國 就會有這個小型的爆發 可能其實其他國家都有同樣的情況 不過是一先一後的意思 為何要特別拿出來說 就是要警醒 警告病人 第二件事就是 醫療人員要特別關注 尤其是醫生你開藥的時候要考慮 這部分我自己覺得是有一個需要 但是問題是否需要去到很驚恐等等 我自己覺得也未必 所以最重要的是 如果一般市民有些什麼可以做 我想其實都是當你去到人多劑僻的地方 或者你發覺你會出入一些地方 會接觸很多人群的時候 那你可能是較為穩陣的 自發性戴上口罩 我們開始說 要不需要害怕 應該怎樣擔心 怎樣害怕 似乎你今天說的 就回答我的問題 大家都應該知道 要不需要害怕 以及應該怎樣害怕 多謝阿曾醫生 多謝程先生 時事大破解 後回分解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彈只想把マ臨到值 NEW 0次 1次